听到这里,韩丽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只要那里没什么原因,其老怪把守,凭他的神通,就是龙坛虎穴,也不会畏惧三分。 况且就是因此冒点风险,他也认了,总比从外海一直飞顿回内海墙的多。 而且韩丽自信,此女在这种事情上相欺根本没有必要。 再仔细打量了那传送阵几眼,韩丽就转身对着范夫人陡然说道, 赶快让你的阵法师来此,完成此阵法。 我帮你击毙云天校内司后,就要立刻使用传送阵。 现在回去等那位云长老,照你所说,他顶多再过五六日,就会到双峰岛亲自主持访试的事情。 一说完这话,他就神色阴沉地大步向外走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韩丽心里也不禁地焦虑起来。 他很清楚,留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被那要修寻觅上门。 让韩丽无奈的是,风夕所言的风陵进会溃散的事情至今还没有发生。 不知他所说的过段时间会消失到底指的是多久,难道是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不成? 还是根本就随口一说? 他倒是数次让世金虫缩小,吞入腹中来慢慢啃视风陵进,但是一时才发现此方法根本就行不通。 那世金虫在腹中要啃视到风陵进,必须先咬破辟邪神雷的金丝才肯。 可是只要外层的金丝破了一个小洞,风陵进马上就会发作起来,吓得他赶紧补充了缺口。 因此若不是灭掉那云天啸不费吹灰之力,他根本不会停留在此地如此多天。 就是如此,韩丽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暗中老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回到双风岛后,范夫人立刻在韩丽的协助下将那些忠于云天啸的修饰一扫而光,然后开始在访式中静等对方的到来。 五日后,韩丽在访式的厅堂中闭目养神,范夫人则端坐在对面,脸色阴晴不定。 就在这时,门外飞顿进来一道火光,范夫人顿时明眸一亮,仙手轻轻一招,火光飞射进了其手中。 几句有些惊慌的女子话语声从火光中传出。 门主,不好了,除了云长老外,妙鹤真人也和她一块回来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房室中,门主,你早做准备吧。 什么,妙鹤老鬼一起来了。 范夫人震惊之下,将这传音符捏得粉碎,脸上变得难看至极。 闭云门的妙鹤? 韩丽睁开眼睛,神色微微一变,但随后就平静了下来。 不是这老道,还能是谁,现在就是收手也已经迟了。 云天秀的人手已经清除干干净净,她只要在方室略待一会儿,就会发现不对的地方。 随后,她见韩丽还保持镇定的神色,盯着韩丽,心中又升起了一丝期盼。 韩丽见此女盯着自己不语,不禁翻了她一记白眼。 夫人这样看我,什么意思?难道还指望我去应聘袁英七修士? 不过她真的不怎么惊慌,来的既然不是蛮胡子万天明之流的家伙,她虽然不敌,但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就是。 特别是在多了风雷赤法宝之后,她更有信心从袁英初期修士手中安然脱身。 若有可能,她当然还想按计划从传送镇回内心海。 因此,韩丽虽然口中如此说道,心里却极快地思量了起来,可范夫人听了韩丽此言,面容变得苍白,呆呆地站在原地,方寸一时大乱了起来。 但片刻后,韩丽却眼中闪过了一丝寒色,舔了舔上唇。 不知那妙鹤和云天孝是何关系? 若我突然出手击杀了云天孝,她会一定出手替其报仇吗? 听韩丽如此一说,范夫人一呆,那马上领悟了什么惊喜? 能有什么关系? 那老道只不过是云天孝用门妙音门女修送其座楼顶硬攀上的一些关系罢了。 虽然她和云天孝走得较近一些,但若事后承诺能提供更高的条件,她应该不会管我们妙音门的事情。 不过,这必须在云天孝没有向她求救的情况下才行,否则老道可能抹不开情面,真的出手干预本门的事情。 这样也行,回头你将那云天孝单独引到隔壁的房子里,我出手瞬间灭了她。 她不会有时间向妙鹤求救,只要造成了你掌权的事实,老道也不会再说什么。 然后,你再用更好的条件拉拢妙盒一下就是。 好,事到如今也只有一拼,前辈一定要出全力,在最短时间内抽调云天孝才行。 前辈就到离此最远的一间屋子内散后,引人的事交由我来办就行。 范夫人倒不是个普通女子,被逼到这一步,也只能咬牙同意。 韩丽见此不再耽误时间,马上快步向厅堂偏门走去。 那里直通厅堂后面大大小小众多屋子。 在走到门口时,韩丽似乎想起了什么,脚步猛然一停,脸色阴沉地回过身来。 范门主不会在我击杀了云天孝之后,突发奇想揭穿韩某的身份,再来讨好妙鹤老道吧。 不管夫人会不会起这个心思,我先给夫人提个醒。 以韩某现在的手段,即使还不是妙鹤的对手,但想要从其手上逃掉,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到时候我回来做些什么事,想必夫人心中有数吧。 这些话算是在下的警告之言,省得夫人一时头脑发热,做出什么对你我都不好的事情来。 韩丽说到最后几句,声音已变得宾寒无比。 范夫人听了这句话,不仅仪正,神色变了树下,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前辈说笑了,妾身怎么会做恩将仇报的事情? 况且韩长老并非是普通的劫单修士,妾身又怎会不知? 请前辈尽管放心,只要除掉那云天孝,小女子一定不会毁诺。 此女神色肃然,指着天发下了毒誓。 韩丽听了这话,深深看了此女几眼,头也不回,进入了偏殿之内。 走了一小段通道后,就进入了最后一间屋子。 此屋除了小一些,倒和前面厅堂的不止大同小异。 韩丽身形一闪,人就到了一张檀木椅旁边坐下,然后闭目敛气,将自己的灵气收敛得一干二净,以防止被即将到来的妙鹤等人发现。 他自信修为道结丹后期,应该可以瞒过原英初期修士的神识,但这毕竟还是自己的猜想。 是否真的能瞒过妙鹤的感应,他自己也是七上八下,只能尽力而为。 隔壁厅堂中的范夫人同样坠坠不安,他口中说的似乎对韩丽信心十足,但实际上此女同样不知凭韩丽神通是否真的能瞬间秒杀云天孝。 虽然上次交换会韩丽露了一首,但他很清楚,那其中倒多半是出其不意的效果。 不过此女也是心机深沉之人,强行运用心法压下了心中的杂念。 就坐在主座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慢慢品尝了起来。 他借此举动,很快就神色如常,恢复了平静。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之声,片刻后,一位儒生和一位身穿白鹤图案倒跑的终年修士,先后走了进来。 妙鹤前辈,云长老。 范夫人故作意外神色的惊呼,迅速将已放到唇边的茶杯放下,急忙起身向那妙鹤真人掀湿了一粒。 妙鹤真人只是淡淡地点了下头,并没有言语,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但云天孝已进入厅堂,私下打量了几眼。 眉头不经意地一皱,脸上露出了一丝疑色。 怎么没见蕴琴在外面伺候门主,难道他胆敢投篮耍雕不成,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云天孝略一回礼,仿佛很是恼怒。 蕴琴他…… 范夫人微露愁愁之色,瞅了妙鹤一眼,一副吞吞吐吐的痴疑模样。 门主,妙鹤前辈也不是外人,什么事情直说就是了。 啊,既然这样,妾身就直说了。 蕴琴正在接待一位散修,她手上有一批幻梦石,想向本门出售。 蕴琴那丫头一定要亲自和此人交涉,我只好由她了。 范夫人见此,同样做出了不快之作。 什么?幻梦石? 云天孝正转过脸要对妙鹤说些什么,一听此话,身子不由一抖, 面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妙鹤真人听了此话,眼中也是金光一闪,随后双目微眯了起来。 哼,云长老的好弟子,竟非要和人家单独相谈,连我这个门主都不让旁观。 云琴的确有些过分,不过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门主,他们现在何处,我有些不放心。 云天孝干咳了几下,轻描淡写,把脸色一转,又冲着妙鹤真人恭敬异常地说道。 妙鹤前辈,你先稍候一下,我处理完这点小事,我们再接着上谈路上所说的事情。 既然云道友有要时,那就先处理就事,贫道在这里打坐一会儿即可。 妙鹤真人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云天孝一听此言,顿时大喜,然后目光就落在了范夫人身上。 云长老跟我来吧,我给你带下路。 范夫人勉强说道,慢腾腾地向偏门走去,仿佛很不情愿。 云天孝此刻早已被幻梦时的事情给弄昏了头,见到范夫人这番举动,心里最后一点疑心进去,急忙紧跟了过去。 而妙鹤则漫不经心地瞅了二人背影一眼,自行找张椅子大模大样地坐下。 那一头,云天孝已跟着范夫人兴冲冲地来到了通道的最后一间石屋内,屋门紧闭着。 到了,你们好好谈吧,反正我这个门主根本一点主也做不了。 范夫人哼了一声,冲着屋门一指,接着似乎一肚子不满,就要往回走。 云天孝见此脸上闪过一丝冷笑,然后毫不在意地推开了屋门,直接走了进去。 一进屋子,云天孝看见一名男子低坐在屋子中间,手中光灿灿的似乎在摆弄什么东西。 他惊讶地左右看了一眼,并没有见到那个叫蕴琴的女子,不由得先是一正,接着心中一灵,惊惕心大气。 我像是什么人,蕴琴那丫头呢。 他盯着男子缓缓地说道,体内法宝已经蠢蠢欲动地调动起来。 哼,云兄才这么长时间没见,就忘了在下。 是你? 云天孝一看清楚男子的面容,顿时脸色已变,不及多想身形骤然一起,就要化作顿光离开此地。 吃了。 随着男子淡淡的声音传出,手中一片彩霞默然飞起。 光滑一闪,云天孝身上就多出了几枚五色铜环,这些铜环在低音声中同时一惊。 云天孝大叫一声,翻身栽倒,他大惊地急忙要释放出法宝,但是体内法宝一动不动,如同死无般被禁锢了起来。 云天孝魂飞天外之下,再也顾不得什么,立刻惊恐地大声极喊,他也只来得及发出一声。 对面的男子就一张口,一道青红飞射而来,一个盘旋后,就将其头颅一箭斩下,然后男子毫不迟疑地单手一抓,尸体上的储物袋就飞到了其手中,接着五行环和青光也自行飞射回了男子身边。 这一连串的动作,电光火石之间刹那完成,可几乎是在寒厉处带倒手的同时,轰得一声爆裂声传来,石屋的一侧墙壁,漠然破碎了开来。 在一片飞灰之中,妙和真人的道袍轻飘飘地出现在那里,老道脸色阴沉地看了一眼地上伸手翼处的尸体,再抬手望了寒厉一眼,眼中杀鸡一闪,找死! 随后手指一弹,一道炙热药木的白光,一闪即逝,向寒厉瞬间袭来。